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市场分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国际市场分析电视教学节目的播出 我们今天跟同学播出的是第九讲 这个讲次的名称是国际配销策略以及促销策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讲次的范围 这个讲次范围在同学课本的第五章国际行销组合当中后面的两节 分别是第三节讨论国际配销策略 第四节讨论国际促销策略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讲次的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我们了解国际行销组合它的内涵 第二点我们了解国际配销通路策略的做法 还有第三点我们来探讨国际配销策略它的考虑的因素 第四点国际促销策略它的内涵 还有第五点也是讨论国际促销策略它的考量的因素有哪些 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在第八讲 在我们上个礼拜第八讲我们是讲了产品跟定价两个策略 然后我们这个讲次要讲的是配销通路跟促销这两个策略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好的产品没有一个适当的通路 这个产品就没有办法接触到顾客 我们常听到说有些人他的产品很好 就是产品的设计价格都非常有竞争力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卖出去 因为他可能没有一个适当的通路来帮他把这个产品 从制造商能够传递到消费者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通路策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产品的行销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影响国际配销通路的策略 我们又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到各国的市场状况不一样 那我们书里面有提到的很多可能性 比如说它的竞争或者它的市场的管制 它的各国的通路环境其实差异很大 我们举例像这个日本我们都知道 它的通路体系非常的复杂 而且日本的通路体系大部分都被这个少数的寡占的 这种通路厂商所垄断 所以我们过去台湾很多不只是台湾 很多全世界的这个行销者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可是日本市场要打进去非常困难 倒不是其他国家的产品没有竞争力 而是日本的通路不是外国厂商容易进入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个市场状况不一样 我们在通路决策也会有所调整 那第二个是我们产品的特色 那你的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你是便利品还是选购品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产品的特色来调整我们的配销的通路 比如说你是一个专属性很高的很特殊的 那你的做法不一样 第三个是公司的目标 那公司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 还是追求市场占有率最大 所以我们要考量的 我们再来复习是包括各国市场的状况 包括产品的特色 包括公司的目标不同 那我们会随着这三个这个因素的不同 我们来制定一个这个通路的决策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通路决策又包含哪些个内容呢 我们常讲的通路的决策呢 主要是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通路的这个长度 通路的长度 第二个我们考量的是通路的密度 那通路的长度呢 是指这个Channel Lens 它的整个通路的长短 再来就是它的密度Density 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路的长度 通路的长度呢 是指产品呢 从制造商 经过中间的通路呢 一直到最终消费者之间 所经过中间商的这个层数 所以呢 我们又把通路长度呢 又称为叫做通路的阶层数 就Levels of Channel 好 那如果呢 我们这个产品呢 从制造商只经过一个中间商 那我们就叫做一阶通路 只有一阶 一个阶层 如果通过三个中间商呢 我们就称为三阶 那如果中间都没有通路商 我们就称为零阶通路 好 那这个通路的长度呢 考量到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公司规模的大小 那第二个是公司的通路的能力 那第三个呢 是产品的特性 好 那还有几个因素 包含顾客的需要 还有包含通路的成本 你的成本如果越高 那你的通路的阶层就不适宜太高 最后一个是外部经济跟政府的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么多的因素 都会影响到我们通路的长度 比如说公司规模越大 那通路长度呢 可以考虑缩短 好 因为你的这个规模经济够大 你可以自己建构自己的专属通路 或者你可以经由这个比较这个短的通路 来缩短你中间的成本 那如果你公司很小 你没有能力去建立专属的通路 你可能只好透过中间商 那你的通路的长度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那比如说在产品的因素上面 你这个产品呢 这个需不需要这个非常专业的中间商 来帮你做这个产品的解说 或者是把这个产品的使用 各种跟消费者做解说 那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的通路的长度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而且你的通路呢 必须是一个专属的通路 那如果你是一个便利品 或者是这个产品呢 不需要中间商来做教育 来做说明的 一般消费者比如说矿泉水 那大概你不需要中间商告诉你 这个怎么喝矿泉水 怎么使用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的通路 你就考量就会有所不同 这是通路的长度的部分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通路决策的另外一个部分 是通路的密度 Channel Density 那通路的密度呢 它的定义是指 这个公司呢 在每一个通路阶层当中 所决定使用的中间商的加速 比如说 假设我决定使用这个便利商店 当作我的通路 那我这个便利商店的加速要很多 要铺得很密 还是铺得松一点 宽一点 这个就是通路的密度 所以加速越多呢 就代表这个该层通路的密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知道像比如说选购品 如果你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选购品 那你这产品希望呢 下位者取得越容易越好 最好呢 下位者只要走到他们家楼下 就可以买得到 如果是这样的产品 那你的通路的密度 就要布得很密 比如说像我们在超商买到的东西 大部分都属于需要 通路密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 那有一些选购品 或者这个产品的价格比较高 或者它是一个选购品 需要比较专业的中间商的教育跟解说 或者提供更多的资讯的时候呢 那我的通路密度呢 就不可能太高 比如说汽车 通常这个在一个一定的人口范围当中呢 它销售汽车的 比如同一个品牌销售汽车的这个门室呢 不可能设得很密 不可能像这个便利商店买的东西一样 到处都买得到 或者是有些产品是属于专卖店 它需要这种专属的解说人员 需要专属的这个售污服务维修的 这种设施的时候呢 它的通路密度呢 就不会那么样的高 所以通路密度呢 主要考量到产品的因素 是最重要的考量 那再来当然就是 公司的这个 你本身的资源 跟你的规模 如果我是一个 我的这个产品销售状况很好 我产品的密度 可以批的比较密一点 以上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通路决策当中的两个部分 通路的长度跟通路的这个密度 那这一段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接着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谈的这个通路决策 有分成通路的长度跟通路的密度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典型的国际通路呢 它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用底下这个图来给同学做说明 同学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我们假设这个产品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呢 它是国内制造 它产品是国产的 另外的是呢 是进口的 它的制造商是在国外 那同学可以看到这个国内制造商 跟国外制造商所制造的产品呢 它经过的中间商的中间的通路 可能是大同小异 也许会共用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 国外的制造商呢 通常在进来国内的时候呢 会透过一个这个中间商 它的角色呢 我们称为进口的代理商 在同学这个图的右边 就是Agent 就是进口商 它有一个Agent 就是代理商 那由这个代理商呢 来代理这个国外制造商 所制造的产品 那进来之后呢 这个进口的代理商呢 一样会透过批发商 或零售商 然后最后把这个产品呢 传递到最终的消费者 那这个是国外制造产品 跟国内制造商所制造的产品 唯一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进口商的形态 又有很多种 我们在书里面有提到 很多种形式 包括这种独家的代理 就是说这个国外制造商呢 只授权一家代理商 的独家代理 那也有的那种 这种这个国际的产品呢 它会把它授权给国内 很多个这个代理商 就不是独家代理 也许 当然因为这个厂商 也许有不同的策略的考量 所以有时候会有独家代理 有时候呢 可能不是独家代理 那除了这个代理商之外呢 有些贸易商呢 可能会自行引进产品 进来销售 那这个在我们台湾 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那国外也有 台湾比较特殊 这个叫做平行 真品平行输入的这个产品 或者我们在台湾 叫做水货 那同学常常在市场上 我们在买东西 比如说买相机 买手机呢 你都会关心说 这个产品呢 是不是公私货 是不是水货 我们在台湾一般 这个通路商的 他们的术语呢 所谓的公私货呢 大概是指 透过这种授权的代理商 所引进来的产品 那我们一般通通把它称为 叫做一个俗称 我们叫做这个公私货 所以很多同学买 买手机买相机呢 你可能会问那个厂商说 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公私货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不是由代理商 所授权代理进来的产品 那这个这样的产品呢 通常要这个中间 代理商的这个利润 跟他的费用会往上加 还有代理商可能也要做广告 所以他有时候定价会比较高 那如果呢 你想说那我想买便宜一点的 但是你可能有些 有些消费者呢 就会去购买所谓水货 或者我们正确的说法 叫做真品瓶型输入 那我们这边要澄清一个概念 不管水货或者是真品瓶型输入呢 它都是 它都不是仿冒品 都是真的 都是真正是国外原厂所生产的 只不过进来的这个通路不同 那有些国外的原厂呢 就是会严格限制这个真品瓶型输入 那有些国外的厂商觉得反正它卖的也是真的产品 并不是仿冒的 那也就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 那通常这个水货或者真品瓶型输入呢 它的售价都会比较便宜 因为这个贸易商为了吸引消费者 所以它会订比较便宜的价格 另外一个最大的因素是 它的通路成本呢 可能比较低 再来这个水货商 或者真品瓶型输入的厂商 它可能不需要做广告 那广告呢 就留给这个授权的代理商 来做这个广告 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去在 在这个法院有几件案子 就有关这个 这个代理商跟真品瓶型输入厂商之间的诉讼 因为代理商会认为 这个瓶型输入厂商呢 会有所谓的free rider 就是搭便车的行为 所以有一些法律的纠纷 那这是我们台湾 这个国际产品的通路比较特殊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国际促销策略 好 那什么是国际促销策略呢 那根据美国行销学会呢 针对促销活动呢 它把它做一个定义 他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种这个国际促销策略呢 是广告 用广告的方式 那所谓广告呢 它是指以付费的方式 透过各种传播媒体 来推广它的产品或者服务 所以广告呢 我们这边强调是付费 付费的才是广告 那大部分的广告我想几乎都是要付费 这个广告的媒体的种类很多 包括这个户外的看板 这比较传统的 或者是电子媒体 资讯网路 期刊杂志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比较 崛起的比较快的是这个网路 跟媒体的这个广告 那它占有整个广告量的 广告头量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因为随着预听众 消费者接收讯息的方式改变了 现在我想大家都会上网 寻找各种资讯 所以网路 透过资讯网路 所传递的广告的比重 就越来越高 第二个根据美国行销协会 所定义的这个促销的方法 包括叫做人员销售 那人员销售顾名思义 它是指透过销售人员 对产品的介绍 以及跟顾客的直接的沟通 以达成销售的目的 所以它比较强调是人对人 而且这个人是实体的人 而不是透过这个广告 不是透过电视媒体 就指人跟人直接面对面的 这种人员的这个销售 所以这种销售 这种促销方法 它销售人员的训练是最重要的 销售人员是不是专业度 是不是够 对产品的专业是不是够 销售人员是不是有足够的 这个销售技巧 还有销售人员是不是有良好的 这种怎么讲行销的伦理 然后提供值得消费者信任的 这种消费的行销的服务给消费者 所以这个人员销售特别注重在人员的训练 第三个这个促销 促销的手段的手法 我们叫做销售促进 Sales Promotion 那Sales Promotion是指我们提供给顾客一个短期的诱因 那我们这边童年特别强调 我们是一个短期的诱因 所以可能它是一个有期限的 也许是一个礼拜一个月 那它是一个短期的 你不能说这个 像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到有些厂商 这个门口永远挂一个什么清仓大拍卖 然后什么破盘价 结果一挂就挂了三年 每天都在清仓 每天都在破盘 那那个我们在行销上 我们通常会怀疑说 它可能不是一个促销 它可能是一个 就是一个广告的手法 那我们促销强调的是短期的诱因 那短期诱因包括什么呢 包括降价 这是最直接的 直接降价 包括提供赠品 或者包括抽奖活动 来刺激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 或者服务 这个第三种方式 然后还有第四种 这个促销的方式 我们叫做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这个我们有简称叫PR 这个是这几年蛮受到重视的 一个这个促销的话题 就是透过参与公共事务 或者媒体新闻的曝光 达成跟消费者沟通的目的 进而推广产品 或者服务的销售 那有时候我们常讲做PR PR就是公共关系 那这PR可以帮产品来做促销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厂商 它在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它可能会开一个 这个新产品的发表会 或者它会赞助一些公益活动 或者慈善活动 或者今天有一些演唱会 那它会去做一个sponsor赞助等等 那这个透过跟公共 跟社会大众打好关系 公共关系 当然这很重要 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递 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所以这个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消费者的时候会认不清 这个到底是一个新闻 还是一个广告 那虽然我们在广告法里面 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我们现在这个主管机关会禁止 广告新闻化 一样也会禁止新闻广告化 但是呢 这个行销者有时候 这个游离在这个广告 跟新闻的界限 因为这界限本来就有点模糊 所以有时候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这个促销的目的 我们看一下国际行销里头 在各个不同国家 在促销工具的使用上 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底下这个表我们看一下 这个在欧洲国家 包括我们这边统计的 包括德国 法国 英国 荷兰 比利时 那它在这个促销工具上面 它有做法不一样 比如我们举例 像用直接降价的 这个大概每个国家都允许 法律都允许 那采用包装证品 英国是没有问题 其他国家有一些管制 然后在附送证品方面 英国 英国其实是最自由的 在欧洲里头 它都可以 法国也可以 其他国家规定比较不明确 好 底下特别是送折价券的部分 在德国的政府规范里头 它就是比较倾向禁止 比较倾向禁止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活动 那在这个办抽奖活动 很有趣的是 德国 荷兰跟比利时 他们法律对于这个行销厂商 办抽奖活动 有很多的法律限制 比如它可能会限制 你要有这个 一定要有相当的公信力等等 那规范非常的多 所以在德国或者荷兰或者比利时 可能最好就是不要办 这一类的促销活动 因为这类的促销活动厂商 这个政府受到限制厂商的比较多 那你的限制越多 那你的效果就受到这个打折扣 所以大部分的厂商可能在 在我们要注意一下 每个国家它的规范不一样 再来是消费者的接受度好像也不一样 比如说台湾的消费者 好像对于抽奖活动比较热衷 有些国家 像在欧洲有些国家可能觉得 你那个抽奖大概都是削头 那个效果比较差 各个国家它的消费者的这个 能够接受的喜欢的这个促销的方法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在做促销的时候 那我们要根据消费者的 它的接受度 还有政府的管制 还有市场的这个接受度 这些因素来考量 来做一个调整 好 这个以上是我们这一段的内容 我们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之前的讲次内容 介绍了国际行销策略当中的 促销跟通路这两个策略 还有我们之前讲的产品跟定价的策略 那大致上给同学一个概略的概念 有关于我们产品要推销到国外去 我们该有的这个行销组合 在制定行销组合上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那当然这个每个产品的特殊性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同样的原则 来适用在每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要必须了解 每个个案有根据个案来做一些调整 好 那最后我们这个讲次来跟同学介绍 国际行销未来发展的趋势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潮流变化得很快 消费者的口味变化得也很快 市场的环境竞争变化得也很快 所以这个我们未来国际市场的国际行销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趋势 那这些趋势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发展 在发展当中 那由于这个通讯 还有运输还有资讯等技术的进步 那国际行销的发展有很多的改变 那其中最大的改变 大部分都是跟全球化跟数位化 这个方向有关 再来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环境生态 越来越重视我们对环境的责任 所以有关这个国际行销结合这个社会责任 也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那主要呢 我们这个地方提出几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趋势呢 是所谓一化的行销 我们看什么叫做一化行销 这个e-marketing呢 是指将这个资讯科技与网际网路整合到行销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网路行销 它其实是一化行销的一部分 那一化行销它涵盖的范围很广 那我们再具体的来说明 另外一个这个目前我想是发展的比较具体的 就叫做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 现在很多的学校呢 甚至有电子商务系 电子商务研究所 甚至还有电子商务学院 它已经变成我们未来在行销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这个电子商务呢 它是指透过网路来销售产品或者服务 那这个电子商务呢 它的形态我们一般可以分成以下 三个比较主要的形态 第一个呢 是企业对消费者 我们叫做business to consumer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把它简写为V2C 是指企业对消费者的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 企业呢 利用网路将产品或者服务呢 销售给消费者 例如我们知道像美国最早 做这个V2C的这种电子商务呢 就是这个AOL American Online 那还有像亚马逊 这个过去最早是卖书 现在当然什么都卖 这个网路书店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购物商城 那台湾也非常的发展 非常的蓬勃 包括像这个像奇摩购物中心 这很多 我们台湾这个V2C的网站 非常非常多 甚至现在很多的企业 它自己也建构这个V2C的购物网 它不透过中间商 它自己建网路来销售 所以这个V2C在台湾发展的 这个非常的蓬勃发展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这个C2B 就反过来 C2C 消费者对消费者的 那我们简写成C2C 它是指消费者跟消费者之间 透过网路买卖交换商品或者服务 最常见的方式呢 就包括像网路拍卖 像上网去卖二手货 或者是像这个 举例比如说像全球最大的 这个拍卖网站Ebay 台湾像Yahoo也有提供一个 一个交易的 C2C的这个交易平台 像在中国大陆 有什么淘宝网 他们这个都是提供一个C2C 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一个交易平台 再来第三种形态 也是目前交易量最大的 是叫做企业对企业的 Business to Business 我们叫B2B 它是指企业呢 这个对企业呢 利用网路从事商业交易 那例如企业对上下游 的供应商或者对下游的客户 利用网路来完成彼此的商务交易 例如像鸿海集团呢 它有建构一个全球的采购平台 那任何要跟鸿海做生意的 这些上下游厂商呢 都必须透过鸿海这个平台来交易 他们已经不走传统的那种交易 那这种B2B呢 当然一般我们消费者可能看不到 但是B2B是目前 在电子商务当中的最大的一块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几个趋势 就是所谓的绿色行销 这个企业呢 我们都感受到这个地球环境的恶化 所以企业为了落实这个绿色行销的理念呢 那很多企业就会就会开始把这种爱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落实在它的产品的设计或者它的行销上面 那企业呢它会有几种具体的这个方式 包括第一个减量 reducing 减量 第二个呢 叫做比如说reusing 产品的回收再利用 第三个呢 是这个重新回收 产品使用完之后呢 可以回收 那第四个呢 是这个产品呢 透过我们重新设计产品 让这个产品呢 更环保 然后更节能减碳 那这个我想现在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很快的一个部分 所以很多厂商就想尽办法 要让我的产品呢 比别人呢 更具有这个绿色的概念 比如说像包括像现在电动车也出现了 还有像这个我们利用太阳能 利用LED 我们都可以让这个产品呢 减少这种这个资源的使用 跟资源的浪费 而且我们还可以让这个产品呢 这个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可以重复的使用 产品坏了以后呢 我还可以回收 所以像在欧洲的话 他们规定 以汽车来讲 他们规定了这个汽车可回收的部分 至少要占这个产品的70% 就是说大部分东西都要求要回收 即使产品坏了 还是可以回收 再利用做成其他的制品 或是我们要求产品要重新设计 让这个产品呢 更符合这个节能减碳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预估呢 以后的厂商 如果越能够做到这些的内容 那这个产品呢 被消费者接受的 这个程度就越高 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未来国际行销 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 那这里头呢 有关节能减碳 也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行销的商机 那我想这是值得各位同学 可以好好地去思考 也许你就是未来创造绿色行销 商机非常重要的一位企业家 那请同学可以好好把握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以上呢 是我们有关国际行销的讲次 到这个地方都结束了 我们下一个讲次呢 就会进入到各别国家的一个介绍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个地方先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一个节目